大家好,这里是IT Commander 前面我推出了一期节目是介绍设备追踪Device Tracker 它用的是两种方式,一种是PIN,一种是NMAP方式 然后有一些网友就跟我反映 NMAP这种方式不是很稳定 有可能是手机的节电模式造成NMAP扫描不到它的IP地址 然后它的在家和离家状态就是断断续续,断断续续 造成它的在家离家联动就不太正常 所以用户就放弃掉了NMAP的追踪方式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新的追踪方式 是蓝牙追踪 蓝牙追踪就必须要你安装Home Assistant设备上是带蓝牙模块的 那么如果我们用树莓派的话,那就简单了 树莓派3B加以上 还有树莓派的0W都是带有蓝牙模块的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个蓝牙模块,只需要几条命令就可以了 如果你用的是斐驯N1呢 那你可以去买一个USB的蓝牙模块 注意啊,大家一定要买在Linux下面区的蓝牙模块 也就是说既插既用的,你插上就能认到这个设备的 废话不多说,我现在带大家操作一下如何实现这个蓝牙追踪 首先还是打开我的博客 我的博客上面发表了一篇新的文章 这个文章呢,其实安装方法就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安装一些依赖 一部分呢,就是把我们的Device Tracker配置到我们的Configuration.yaml里边 好,那我们现在执行第一步 我们把第一步的第一行代码复制到剪切板 然后我们打开Home Assistant的首页 点击左边的Configurator 大家注意,如果你没有看过我之前如何安装Configurator的视频 你可以点击屏幕右上角弹出的推荐视频 那个视频会告诉你如何安装Configurator到你的Home Assistant 这个工具是非常好用的 省去了你打开X-Shield去连接你的树莓派或者是N1 然后我们点击右上角的齿轮 我们把菜单移到最后 这里有一个执行Shield Command 我们点击一下执行Shield Command 把刚才复制的第一行代码粘贴到这里 然后点击这个按钮执行 这样的话Configurator就帮我执行了这条命令 并且执行完毕后 它会给我一个返回这条命令执行的是OK的还是不OK的 第一行命令就执行完了 那我们回去拷贝一下第二行命令 我们还是把它复制到剪切板 再回到我们的Configurator里 把这一整行命令 粘贴进来 点击实行 因为我之前是安装过了 所以呢 它不需要再安装命令行返回给我很快 如果你是第一次安装的话 这一步的时间应该在 一到两分钟左右 它才会给你一个这个界面 返回来告诉你这些安装包是安装成功与否 好 我现在呢 就已经全部安装完了 依赖包了 我们回到第二步 第二步是把下面的代码 粘贴到我们的Configuration的YAML文件里边 我们还是把它复制到剪切板 回到我们的Configurator 我们在Configurator里边点击左边的浏览 大家看 在这个路径下 我是树莓派 我树莓派的安装Home Assistant的配置文件 在这个路径下 所以我直接选到这个路径 然后我们点Configuration.YAML 如果你是匪讯N1安装的话 应该是在root路径下的.Home Assistant目录下有一个Configuration 其实跟X-Shell下面操作是一样的 只是网页的更方便 然后我们把YAML文件挪到最后 我们在最后把刚才的内容都粘贴进来 大家看YAML这个编辑器会把空格显示为点 这个点有点问题 所以我把它删掉 重新再来个空格 这样的话 大家看前面都是四个点 四个点 四个点 这样YAML文件就是正确的 我们点击一下保存 我们把这个界面缩小一点 大家看右边这一个对勾 证明你的配置文件 所有配置文件是正确的 好我们现在呢重启一下我们的Home Assistant 我们点配置 通用 通用下面有一个重启服务 点击一下重启服务 我现在用的Home Assistant的版本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用的高版本的话 你点设置之后有一个Service Control Service Control里面也可以重启你的Home Assistant服务 这一步大家注意 我们的Home Assistant去安装蓝牙的依赖包的时候 会需要一定的时间 这个时间大概在五分钟左右 所以呢在五分钟左右呢 你是不不可以连接到我们的树莓派的 我会把这段快进过去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一定记得订阅点赞转发 你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好了现在我们的Home Assistant已经 把界面还给我们了 然后下一步我们点开发者工具 开发工具点状态 状态下面呢大家看还没有我们追踪到的设备 现在我们就可以拿出我们的手机了 我现在用安卓手机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我们打开安卓手机的设置 选择连接 然后再点蓝牙 这个时候大家看这边有一个在转圈的一个 小图标 你的安卓手机如果在处于这个状态下的话 你的蓝牙是对外界可见的状态 所以呢如果可见呢 它就是可被追踪的 大家看这里边已经出来了 它自动已经出来了一条 我的手机是三星的手机 然后它这边已经设备追踪已经出来了 并且它的状态是在家状态 然后追踪的圆是蓝牙 这种追踪方式我已经测试过了 是比较稳定的一种方式 好下面呢我再给大家拿出苹果手机来演示一下 苹果手机如何 让你的Home Assistant能追踪到苹果的蓝牙 我们还是打开苹果手机的设置 然后选择蓝牙 大家看现在 也是有一个小圆圈在转圈 然后呢底下上面有行字是现在可被发现为iPhone 这个状态下呢 iPhone的蓝牙也是可以被外界发现的 我们稍等一下 我们的Home Assistant应该会自动的发现这个设备 大家看它已经出来了 并且它显示也是在家 名字是iPhone 因为我的我的iPhone名字就叫iPhone 你可以改成别的名字都可以的 这样的话呢 这两个设备就都已经被成功的追踪了 你可以现在退出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可以回到 然后我们回到设置 人员里边 再选我这个IT Commander的用户把之前的追踪的设备全都删掉 删掉之后 我们看 刚才那两个蓝牙设备都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 随便选一个或者是选两个 来实现 人员的追踪 选完之后 我们回到概览 大家看 IT Commander在家 我刚才这个配置呢 是追踪两个设备 这两个设备 任意一个在家都会显示我是在家的状态 大家看 具体的是14秒前在家 这种追踪方式要比NMAP稳定很多 但是呢 它的 弊端就是它的追踪范围会小一些 因为蓝牙的 追踪范围 数据传输范围大概只有10米 我觉得作为场景联动应该是足够大家用了 这种方式还是比较稳定的推荐大家使用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介绍在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